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保守我们 平安经过一个礼拜 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 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 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 大家可能都面对非常困难的一个时间 家里很多人停水停电 有的还水管破裂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 也让我们的家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题目是 克敌制胜完成使命 在欧洲的瑞士这个国家 当我们提到他的时候 马上大家就会联想到 他精巧精密的高级工艺和手表 或是高山围绕 绿草如荫 如丝如画的 这个美丽景色 也有不少人知道 瑞士 它是一个永久的中立国 但是恐怕有很多人不知道 瑞士这个国家 是一个实施全民皆兵的政策的一个国家 瑞士位于中欧 它被群山峻岭围绕 人口只有大概850万的一个小国 它旁边紧邻的就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三个欧洲军力强盛的大国 虽然瑞士在1815年 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面 被确认是永久的中立国 但他位于欧洲几个列强环势之下 要维持中立的关系跟地位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除非他自己拥有坚强的国防实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瑞士能够抵抗德国 意大利对他的恫吓跟压力 不以他们结盟去对抗英法的联军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实施全民皆兵的这个政策 瑞士可以很快地动员将近50万后备的兵力 进行边黄的任务 来防止德军的入侵 那再加上瑞士他善用地形之力 于这个瑞士高原阿尔卑斯山的 这一些修筑军事的要塞 和多处敌人难以侦测的地下设施 使原本当初打算入侵的德国 因此而放弃 瑞士的宪法规定 男性年满20岁到42岁都需要服兵役 女性年满20岁 若是体格检查 合格也欢迎加入 这个志愿来服役 所以当男人年满20岁之后 他们就会受到征召 入营实施大概15周的 这个新兵的军事基础训练 然后受信完毕之后 他们就可以缓加 并且他们允许将军队的那些装备跟武器 可以带回家保管 只要国家一有状况 他们就可以随时吸枪上任 他们每年也都需要回到部队 大概进行20天的复训 一直到42岁为止 他们才能够正式地来退役 转换他们的身份为后辈民防兵 虽然瑞士只是一个罪恶的小国 但是只要国家一有需要 他们就不分男女老幼 立刻就一致对外 保卫自己的家园 不让外敌有机可乘 然后破坏自己的国家 我用瑞士全民皆兵 抵徒外敌保卫家园的这个例子来对照 当时尼西米回到故乡耶路撒冷之后 带领犹大的渔民重建城墙时 也是要面对 视为来势汹汹的仇敌 不断地前来挑衅阻挠 攻击破坏他们重建城墙的计划 而尼西米和犹大的渔民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四面楚歌的环境之下 完成整个城墙重建 这个神圣的使命的秘诀 就是因为他们全民同心协力 不畏艰难能够克敌至圣 所以请大家打开 旧约尼西米记的第四章一到六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 就发怒 非常恼恨 并吃笑犹太人 他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 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 要为自己重建吗 要献祭吗 要一日完工吗 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 亚门人多比亚在一旁说 他们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湖里上去也必崩裂 我们的神啊 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头上 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略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去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前面惹你发怒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 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到一半高 因为百姓一心做工 在两个礼拜前的主日 我们看到尼西米纪的第三章 尼西米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整个工程的蓝图 还有人员分配的这个计划 神长尼西米对整个修建工程 他做了非常完整周详的安排跟规划 他实地地去参查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形地物 他也掌握整个城墙跟城门破损的实情 他细查犹大居民居住人口的背景跟分布 然后他就做出周延且适当的工作分配 整个耶路撒冷城墙修建的工程 我们看见就由祭司长以利亚时 带领他的弟兄众祭司们 从离圣殿最近的城门阳门来开始开工新建 这群人以慎重庄严的礼仪 将这城墙修建工程分别为圣 如此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表明他们这样的计划 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 所以接下来犹大的这些渔民 包括贵族行政官员和宗族的那些领袖 跟前来帮忙的那些外地人 才各就各位同心协力的来开始施工新建 当我们看见四章一节 亚马利人的神长参巴拉 当他听见犹大渔民开始动工来新建 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 他非常的恼怒 他开始用一种不屑 瞧不起人的冷嘲热讽来攻击他们 希望借着这种口头的这种恐吓跟威胁 能够阻止这些犹大的渔民来停止新建 我们从第二节 撒玛利亚神长参巴拉 就当着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面前 为鄙视对这一个犹大渔民的修建计划 赤字以彼所提个五个问题 说这一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 要为自己重建吗 要献祭吗 要一日完工吗 要使土堆里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 你可以从他的这一些问题很清楚地看见 参巴拉第一 他轻看犹大这些渔民的能力 第二 他昧视他们的决心 第三 他贬低他们的动机 第四 他嘲笑他们的愚蠢 不知天高地厚 第五 他认为他们所做的努力 将功败垂成 失败收藏 你可以从参巴拉这种带着不屑 轻蔑的口气 质疑犹大渔民修建城墙的心态 你很清楚可以看见 参巴拉是何等的骄傲自大 也是非常的显恶阴毒 虽然圣经并没有明说 为何撒玛利亚的神长参巴拉 见到尼西米带领犹大的渔民 来修建耶路撒冷城墙 会非常的愤怒生气 甚至出面干预攻击的主要原因 但是有圣经学者这样认为 可能参巴拉当时 虽然是撒玛利亚省的神长 但是他一直想监管犹大省 来作为他的势力版图 但是尼西米被波斯王亚达歇息 派回到耶路撒冷担任 犹大省的神长 就整个破坏了他的计划 因此他心有不甘 但也有圣经学者认为 是因为商业的关系 一旦耶路撒冷城墙 重建完成 将阻碍撒玛利亚省 跟外地经商的这个通道 所以他就从中作梗 对尼西米重建城墙的计划 来加以破坏 那当然圣经并没有明说 所以我们也能 只能做出一些合理的判断 但是参巴拉恶意的主脑 跟攻击 却对尼西米带领犹大移民 来重建城墙的这个工程 造成严重的挑战跟影响 而且耶路撒冷城墙重建计划 你可以看见圣经说 不单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参巴拉反对 而且亚门省的省长 多比亚也出来参一脚 他护和撒玛利亚省长 参巴拉对尼西米修建城墙计划 嘲笑计讽 所以第三节多比亚说 他们所修造的石墙 就是湖离上去 也必分裂 在尼西米的第三章 参议修建城墙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在过去 曾经拥有土木建筑的这个背景 基本上他们都是门外汉 都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们才开始接触的 所以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参巴拉和亚门省长多比亚 对他们修建城墙的质疑跟嘲讽 也不是无缘无故 没有原因的 这无形对犹大渔民的心理 自然就产生很大的影响跟压力 等于在打击他们的士气 使他们开始对这一个 重建城墙的愿景 开始产生怀疑跟动摇 在这样强敌 藐视挑逊 精心动摇的这一个时刻 我们看见神长尼西米就向神祷告 求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 来帮助他们 为他们来伸张正义 使他们重修圣城 有圣殿神居所这个愿景跟使命 可以来顺利的完成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注意 今天早上我们读经 是从尼西米记的第四章七节开始读起 而不是从第一节开始 因为在西伯来文的圣经 第四章的一到六节 其实在西伯来文圣经的里面 是第三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八节 也就是说第三章的三十二节 在描述整个城墙修建工程的人员 配置之后 继续接下来这六节的陈述 之所以西伯来文圣经 把四章的一到六节放在第三章的里面 是认为这六节所描述撒玛利亚神长 参巴拉和亚门神长多比亚的恼怒嘲笑 是在那一个工程开始动工的一个最初的阶段 所以应该放在第三章说明 耶路撒冷的城墙修建的蓝图和人员 配置之后应该是比较合理顺畅 因此西伯来文圣经 把尼西米记第四章 第一到第六节就放到第三章 而第四章从第七节开始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四章的七到八节 你可以看见那样的像说 参巴拉多比亚 阿拉伯人 亚门人和亚什图人 听见耶路撒冷城墙正在修建 破裂的地方开始进行修补 就非常愤怒 在重建工程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见只有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 和亚门人的省长多比亚两位 来带领起来主脑 他们一开始也只是一种消极口头的 忍潮热论 羞辱跟威胁 只是用迫使这一个犹大的移民 因为害怕而提供工 实际上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进行具体的行动 来攻击他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路撒冷城墙修建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有更多的敌人联合起来 攻击犹大的移民 四章七节说 我们看见不只有北边的撒玛利亚省长参巴拉 东边亚门省长的多比亚 现在更多的南边的阿拉伯和西边 菲利士地的亚实图人 看他们修建工程的进度顺利 就恼羞成怒 联合起来商讨对策 要开始采取实际的行动 来破坏尼西米和犹大移民 这个新建的计划 这一次你可以看见仇敌的威胁跟攻击 就来自四面八方 而且来势汹汹 在第八节说 大家同抹要来攻打耶路撒冷 使成混乱 这些紧邻耶路撒冷周围的仇敌之道 一旦耶路撒冷的城门修复 城墙修建完成 过去已经荒凉 残惠不堪的犹大圣臣耶路撒冷 将整个面貌更新 会恢复往日的光荣 犹大移民过去低落的士气 也将为之一阵 只要耶路撒冷城墙修建完成 城门修复完毕 届时神圣洁的族类 跟敬拜偶像的这些义族之民 将再一次被区隔出来 圣民和俗民的生活 也从此就会壁垒分明 所以这四围的这些仇敌 他们投抹 要用实际攻击的行动 来扰乱破坏耶路撒冷 使犹大渔民不得安宁 不让耶路撒冷这一个修建计划 可以顺利地来完成 虽然圣经没有明说 他只是陈述当时这些归回的 犹大渔民 在修建城墙所遇到的这些挑战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看见 尼西米 重修耶路撒冷城墙 他除了要恢复金城耶路撒冷的光荣 更是为了要保护神选民的居家安全 而不在信仰跟道德上被义族来同化 所以说更清楚一点 他这是一场属灵的圣战 世界的王魔鬼撒旦 他就利用这些道德轮上生活淫乱的义族 来作为他的马前主 透过这种仇恨跟攻击 要来破坏拆毁神在尼西米身上的 那个感动跟计划 我之所以这样确信 是因为尼西米的作者 他是文士以色拉 在以色拉所写的另外一简 《旧约经典历代志上下》 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很清楚认知 以色列许多的历史事件 背后其实是撒旦的工作 在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一节 他讲到大卫因为骄傲 赎点百姓的作为 以色拉就已经记载 那是撒旦的这个作为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 激起大卫鼠点这一个以色列人 所以当尼西米他受到感动 愿意为了神的荣耀 为神的选民受苦回到故乡 耶路撒冷激励这一群犹大的移民 来重修荒惠已久的耶路撒冷城墙 来保障他们家园的安全 然后可以带领他们回转 重回神的这个怀抱 走出这种困境的行动 这是魔鬼撒旦非常不乐意 见到的这个结果 因此魔鬼就激动这一些敬拜偶像 活在最终的异教之民起来 攻击破坏神的选民 所以我们看见 尼西米和犹大渔民 在一开始重建城墙的时候 撒玛利亚省的省长参巴拉 和亚门的省长多比亚 就用尽各种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 羞辱威胁他们 后来你更清楚看见 他们更号召其他周围的仇敌 阿拉伯人 亚实图人 用实际的行动 起来攻击破坏他们 我们可以看见仇敌撒旦他的攻势 是越来越凌厉 也越来越可怕 在四章的十到十二节 我们更清楚看见 魔鬼不但用外在仇敌的力量 来诋毁攻击尼西米和犹大的这些渔民 他也策动部分的这一些犹大的渔民 他还在内部来散播那种消极负面 悲观 争敌人威风 灭自己自弃的那些原意 十到十二节这样说 但犹太人有话说 扛台的人力气衰弱 瓦力太多 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 我们的敌人说 趁他们不知道 看不见的时候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 杀了他们 使工作停止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 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 说你们必须回到我们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对神给的那种感动跟愿景 没有很坚定的信心 稳固的信仰根基 和神明确的呼召跟带领 尼西米和神的子民 是很容易就会落到灰心上胆的 那个地步 而最后就自己放弃 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我们看见神长尼西米和犹大渔民 他整个重建城墙 受到重敌攻击的这种经历 其实在教导我们今天基督徒 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 那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侍奉 其实是一场跟恶者魔鬼的 属灵的征战 从古到今 仇敌魔鬼 从来不愿意看到神的子民 顺服圣灵的感动跟带领 为了神的荣耀跟旨意 然后被神兴起来 同心合意 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 这个福音使命跟愿景 魔鬼 好像尼西米记四章里面 所描述的 他会应用各种恶毒的手段 跟轨迹 来攻击 分化神的儿女 然后破坏 神在教会的旨意跟使命 因此当我们为了要荣耀神 履行福音的大使命 在教会推动一些未来愿景的时刻 我们就需要格外的谨慎小心 我们需要常常时刻的祷告 依靠神 我们需要有一样的心智 同样的意念跟爱心 我们千万不要落入 恶者魔鬼的轨迹 而被分化 而最后无法达成神所托付给我们 那个神圣的福音使命 请大家再次回到第四章 虽然我们看见敌人恶毒的这个攻击 跟这一个破坏 但是我们这一个尼西米 他靠着神的保守 应用神给他的这个聪明智慧 他一样带领犹大移民 来克服敌人的恐吓跟威胁 他继续朝着既定修建耶路撒冷城墙 这个目标来前进 让敌人的寂寞 最后不能够得逞 甚至他们能够克敌至圣 完成这一项身具历史意义的 一个神圣使命 在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尼西米的作者以士拉 他就具体地告诉我们 当时尼西米和犹大渔民 他们之所以可以强敌环绕 危难的这样的光景当中 可以克敌至圣 完成神所托付 给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 这个城墙的这个使命 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第一个秘诀就是 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一致对外 尼西米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 这样说 我叫百姓站在城墙后边 低洼的空处 使百姓各岸宗族站着 拿刀 拿枪 拿弓 我查看就起来 对贵族 官长和区域的百姓说 不要怕他们 当既得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 儿女 妻子家园征战 仇敌听见我们 知道了他们的寂寞 神也破坏他们的寂寞 我们就都回到城墙那里 各做各的工 面对耶路撒冷 四周来四汹汹的这些仇敌 这一群回归故乡的犹大渔民 可以说是毫无退路可言 一来犹大渔民 他们的人数非常有限 而且参与修建的人 我们知道背景跟身份是参差不齐 也没有任何军事的信念 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 加上他们又没有任何的外援 所以他们的处境 可以说是进退为奸 然而我们看见神掌尼西米 是一个果敢坚定 非常有智慧的领袖 在这样一个慌乱危急的情境之下 他并没有受到那一个外在环境的影响 而动摇神给他的那种感动跟意象 他指挥若定 他安定精心 他像跟他一起参与这些重建工程的 这些犹大渔民精神喊话 他鼓励他们要勇敢 不要害怕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一致对外 他们依靠神 神会为自己的这些弟兄儿女妻子 家园来征战 就好像传道书四章十二节那里所说的 若欲敌攻击 孤身难挡 恶人就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亦则断 尼西米坚定无惧 又充满信心的那个态度 就使原本心里慌乱 不安的这些渔民 得到很大的鼓励 他们就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 来专心做工 大家可能 还有印象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在西乃旷野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到了立飞定的地方 他们遇到了骁勇善战的亚马利人的攻击 当时我们都知道 以色列人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埃及聚集的时候 他们是以牧羊为生的 他们过去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军事的训练 那在旷野面对强敌环事的环境之下 其实他们是走投无路 进退很困难 在那个时候 神人摩西就拆派跟随他身边的耶稣亚 带领过去全无打战经验的以色列百姓 跟亚马利人来征战 摩西自己就带着亚伦跟富尔上山 摩西棘手 三下征战的以色列百姓就得胜 但他疲惫双手下垂的时候 那些三下以色列百姓就败退 那时亚伦跟富尔 你可以看见他们就甘心乐意做摩西的助手 撑住他的左右手 他们就在各自的干位上 不分你我老少同心协力 他们一致对外 那这种同甘共苦 共同承担责任的心智 就让他们可以击败强敌亚马利人 赢得最后的胜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推动事工跟愿景的这个过程当中 仇敌魔鬼最希望看见的 就是教会肢体之间 因为不同的意见 不同文化的背景或不同的需要 而开始有不同的这一个争吵 他们看自己比别强不愿意放下这一个 这一个自己就彼此相争 这就会成了破口给魔鬼攻击的机会 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彼此千让放下自己 让主来居首位 以他的心意作为我们共同的意念 我们可以同心合一 一致来抵挡魔鬼仇敌的轨迹 我们如此就能够顺利地完成来 神所托付给我们那种神圣的目标跟愿景 第二 在第十章我们看见 我们能够克敌制胜除了一致对外 第二 我们需要勇往直前 在尼西米记的四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这样说 从那日起 我的仆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 拿弓 穿改甲 官长都站在犹大全家的后边 他们建造城墙 扛台材料的人扛台的时候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建造的人都腰间配刀建造 吹脚的人在我旁边 我对贵族 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 这工程浩大 换为辽阔 我们在城墙上 彼此相离很远 你们一听见脚身在哪里 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神 必为我们征战 于是我们做这工程 一半的人拿枪 从天亮直到新宿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我对百姓说 个人和他的仆人 当在耶路撒冷过夜 好为我们夜间守卫 白昼做工 这样我和仆人 弟兄仆人 以及跟从我的卫兵 都不脱衣服 个人打水 也拿着自己的兵器 省长尼西米 他当然知道 犹大渔民 他们势单力薄的能力跟处境 他也知道 视为仇敌 他们的险恶跟强大 但我们看见尼西米 他不畏惧眼前 这个环境的艰难 他仍然勇往直前 朝着神给他的那个感动 来继续的动工 为了达到目标 他不管这些仇敌的冷嘲热讽 恐吓威胁 他做好自己应该防备的工作 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 尼西米除了鼓励犹大这些渔民 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外 他也强化他们自身的防卫能力 他要参与建造的人 配备这一个防卫的兵器 来抵御敌人的突袭 他分派他的手下 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 拿弓 穿盔甲 所有的官长 要站在犹大全家的后边 作为看守的警卫 来保护他们 然后要求那些扛台材料的人 也需要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要求所有参与修建工程的 那些犹大渔民 随身都要佩戴 这个利剑来防身 尼西米知道 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程 非常的浩大 範围也很广阔 彼此的间隔距离很远 所以他生怕有破口 让敌人趁虚而入 就建立了那种预警的制度 只要一有状况 他就叫身边吹脚的人 吹起号角 让大家注意 并且来快速的集结 他不让敌人有饥可蹭 他也告诉我们 他派一半的仆人 拿着兵器从早到晚守护耶路撒冷 甚至他自己跟随他的 这些弟兄仆人和护卫 也不脱衣服 全天守候 一直等到重建城墙工程完毕 有一个人叫做Ego Skorsky 他是设计世界第一家 能在空中飞行直升机的一个航空设计师 在他小的时候 他就对人如何可以在空中飞行 有很大的兴趣 经常有很多的想象 在他12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告诉他 主管当局已经证明 人是无法飞行的 但他却不放弃他的这一个梦想 他依旧对人在空中飞行 保有那种热忱 他不管别人怎么样的嘲讽 他也不怕失败 他为自己的理想就勇往直前 后来果真 Ego Sikorsky 在经过失败的这些实验之后 他就设计了第一台 可以用旋转的螺旋桨 在空中飞行的直升机 并且他成立工厂 来建造生产各种 这一个直升的飞机 他因此特意在他的工厂大门 张贴了一个非常幽默 但具意义深远的标语 来糟告世人 他的标题是这样说的 他说根据公认的航空技术测验 大黄蜂由于他的身体形状跟重量 和他翅膀的比例并不相称 所以无法飞行 但大黄蜂却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依旧继续地到处飞来飞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侍奉 启动愿景计划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 用神给我们的才干恩赐来服事 来建造主的教会 来见证荣耀神 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 神所托付给教会的福音使命 那不单只是一种目标跟计划 其实它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的仇敌魔鬼 会用尽各种的手段跟轨迹来扰乱 来昏化教会 来破坏神的工作 因此我们肢体之间就必须要 批持鼓励 一致对外 并且意志坚定 持守目标 不畏环境的艰难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勇往直前 最后我们一定可以看见 依靠神的大力大能 能够战胜仇敌 来完成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托付 最后在这第四章的里面 让我们看见 当时尼西米跟这些犹大渔民 可以能够克敌制胜 完成使命 最后的原因就是他们向上仰望神 在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我们清楚看见犹大的移民 他在神掌尼西米的带领之下 他们击败仇敌 亚玛利人 亚门人 阿拉伯人 菲利士人 这些 这一个亚实图的这个善效攻击 当然除了尼西米领导友方 一致对外 一个更重要的至胜秘诀 就是我们看见 他向上仰望 寻求神的帮助 跟引导 在尼西米记的四章四到六节 当仇敌撒玛利亚 神的神长参巴拉和亚门人的神长 多比亚起来嘲笑 挑衅犹大渔民的时候 我们看见尼西米 他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 寻求神的帮助 四到六节这样说 我们的神 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诽谤 归于他们自己头上 使他们在被掳之地成为猎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去 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前面惹你发怒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 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 到一半高 因为百姓一心做工 因为仇敌他们所抵挡的 不单只是攻击这些修建城墙的 犹大渔民 更是 魅士 攻击神的民 来抵挡神的心意跟计划 后来到他们修建工程 到了一半的时候 当有更多仇敌集结 要发动攻击 破坏 这一个整个计划 神掌尼西米 你也看见 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也没有仗势波斯王 给他的权势来应对 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依旧谦卑回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祷告 呼求神的怜悯 因为尼西米清楚知道 他所仰望信靠的神 是一个信实可靠 大而可畏的神 依靠他 必定得到他的帮助 就好像诗人118篇第一节 诗人所说的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我 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 耶和华在我这边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你可以看见在第四章的里面 尼西米是无时无刻的祷告 他向上仰望 依靠神的态度 很清楚地说明 这一个人 他跟神同行 他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 他更清楚知道 神的圣洁公义 他也明白神的全能 他知道诚心信靠 按神的心意而行 神就必与他们同行 来为他们征战 也因为他有如此信心的经历 在面对这些仇敌 威胁攻击的时候 他就不慌张 不惧怕 他也不动摇 他抬头仰望上主的帮助 因为他知道 那一位信实的主 要用下午年来帮助他 也为他们来伸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侍奉 面对挑战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依赖人过于依靠神 依赖自己的经验跟能力 过于依靠全能的天赋 以至于 当我们面对艰难患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慌张 失去方向 尼西米在整个修建 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清楚看见 当他向上仰望 依靠那一位全能的神 神就使他有智慧能力 来带领整个犹大的渔民 可以克服敌人 完成那一个艰难的神圣使命 这也是今天我们侍奉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榜样 但愿尼西米记四章 尼西米带领犹大渔民 克敌至圣 完成使命的这三个秘诀 以至对外 勇往直前 向上仰望的这一个态度跟精神 成为我们今天教会 在推动未来愿景的这个事工过程的当中 能够成为我们共同的心智跟意念 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亲近神 向神祷告 齐心努力 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教会 那一个领人归主神圣的这个福音使命 来建认荣耀祂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得盟主的救恩 是神丰盛的恩典 在万人中拣选我们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家教会 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世上 来彰显主自己福音的工作 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实能够从尼西米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当中 主啊 让我们看见 我们应该如何彼此同心合意 一致的对外 我们可以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我们更清楚知道 不是依靠我们的智慧能力才干 我们需要向上来仰望神 因为从你那边得到帮助 你就让我们可以顺利地完成 你所托付给我们那伟大神圣的使命 因此在我们教会 开始推动一个新的愿景的时候 主你让我们有同样的心智 同样的爱心 我们来寻求主的带领 我们更愿意透过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今天一起侍奉的鼓励跟帮助 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 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 让我们可以带领更多还为信主的朋友 来认识耶稣 求主兴起你的儿女 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世代为主做见证 谢谢恩主 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